在生活当中遇到疑难杂症 你会寻求怎么样的解答呢 今天我要介绍这本书 书名叫做为什么Google不够用 很多人说Google就是无所不能啊 我当然遇到很多的问题 我都会到网络上很快的搜寻 就可以找到我的答案 当然没有错 Google非常的神奇 它也是无所不能 但是做得告诉我们 其实Google使用太过于频繁 或者现代人对它依赖这么重的情况之下 反而会待于我们的很多的在脑袋里面学习 知识判断价值会产生很大影响 而不自觉 举例来说呢 今天如果问各位一个问题 你今天要出发去旅游的时候 你会事先找好路线吗 很多人说不需要 我现在只要看GPS的定位 就可以到达我想要到达的目的地 但是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因为你过度的依赖GPS之后 姑且不论GPS会不会带你到正确的地方 一旦没有GPS 可能很多人走过路都会忘记 就好像我们常常被载的时候 通常如果你不是开车的人 即使到了好几遍的地方 你可能也会没有影响 因为你没有用心 用思考 形成你脑海里面属于你的知识 在这本书里面 它会告诉你 因为过度的依赖了Google之后 会让我们在很多的事件学习上 只会得到很片碎化的一个资讯 但是它并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它会告诉我们 其实知道冷知识越多的人 可能你的成功机会比别人还高 在这里面还会告诉我们 网络资讯常常会有一些错误的判断 于是产生了很重要的一个叫做达克效应 也就是说很多人利用里面的资讯 常常会对真实的社会产生一个混淆 在美国就有一个真实的案例 有一个匪徒在抢银行的时候 他居然在脸上涂满了柠檬汁 因为Google告诉他说 其实柠檬汁是可以做成隐形墨水的这个材料 所以他突发奇想想说 如果脸上涂满了柠檬汁 可能见识器就拍不到我 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 而且这个匪徒当然很快就被抓到了 也就是像这个匪徒的极端案例 你可能不要觉得一直想嘲笑他 在我们真实的社会 我们可能也相信网络一些资讯 而成为那20%判断有点问题的人 在这本书里面会告诉你 其实Google的使用并不是罪恶 重点是我们要如何善加使用它 同时要告诉自己 Google只能解释了一时的资讯 但是关于自己的知识累积 跟属于你竞争力的培养 还是必须透过很多普及的知识的建立 才能够回到真正属于你的成长 在这本书里面 他提了一个最好的结论 他说Google可以找到任何你生活资讯上 想要答案 但是唯一Google不到 就是你到底还缺少什么能力